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名联邦法官近日裁定 此前禁止联邦认证的枪支经销商 向21岁以下的成年人出售手枪的法律法规 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美国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受到侵犯 这一裁定意味着枪支经销商将被允许向18到20岁的年轻人受枪 此裁决随后遭到反枪支暴力组织的反对 倡导预防枪支暴力的法律团体Everytown Law表示 限制向21岁以下成年人受枪的法规符合宪法 是防止枪支暴力的重要工具 枪支不仅是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的主要死因 研究表明18至20岁的年轻人持枪杀人的比率 是21岁以上成年人的三倍 该组织称法院的裁决会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并誓言必须要推翻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